当一颗黑球不甘寂寞时 强如西金斯也只能沦为配角而已 可一再被他如此心梦 西金斯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神奇的一幕 是发生了2017年的国警赛第二轮 老巫师西金斯VS老将戴尔 其实比赛一开始 西金斯还是有机会一杆定乾坤的 可西金斯终究还是太大意了 眼瞅着这本该手到勤来的红球 就这么打丢了 但还好有黑球的干扰 这颗洞口球戴尔想直接啃下 也不是容易事 红球拿下了 可白球的走位稍稍有点失控 还好有篮球可以拯救一下 戴尔还是没找到舒适的进攻节奏 只能高竿推红球撞回底部 做防守 可拼起防守 西金斯同样也是球团赫赫有名的高手 你看他这一杆斯诺克做的 几乎是没留任何死角啊 戴尔也同样很顽强犀利 只需一杆 就将如此秀气的斯诺克破解 还给张海根 搞了一杆这样的铁球 这一局的防守斗法 真是精彩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 你看看 他俩都开始享受这样防守时刻 哪怕此时比赛现场几乎空无一人 但这样的顶级防守斗法 让他们乐在其中 特别是西金斯的这一杆 直接又把黑球给撞到右侧枯边 粉黑瞬间就被锁死 这是要下定决心 撕磨到底的节奏啊 既然巫师都下战书了 戴尔也干脆 用这推土机势一杆 又把三红球锁底裤 这一下真就好玩了 确实让她不好控制 这一下子给戴尔留机会了 用顶带咖啡球过度 死了 6 11 戴尔这一干 他就试着去K活库边的粉飞 但还是未能实现目的 反而给自己的下一杆彩球 加难度了 这一下子 他只能轻贴黄球 用这杆斯诺克开路 转防守了 见惯大场面的西金斯 一杆贴合球 就完美破解这斯诺克 戴尔 只能白球轻推顶部 西金斯 宫中带房地 来了这一杆翻带 进宫未果 但防守很亮 特别是咖啡球的干扰 西金斯 戴尔只能再次挑战贴贴球 试图瓦解巫师的防守大招 不得不说 这一局比赛 真是一场顶级防守大战 这两位老将 哪怕仅有一位观众的情况下 依然拿出了十足的努力 一起奉献了这场经验的防守队类 西金斯 这一单防守 白球意外撞到了库边的红球 刘台面中步了 让局势瞬间发生了改变 戴尔滴杆抽拉 还是想K活反飞 未曾料想 局面变得更加糟糕了 此时 这一局的比分也很微妙 巧好 是24比24 刚好打平 吃下了中带篮球 他只能 继续转防守了 西金斯 这一杆 让人有点看不懂 这是钓鱼防守吗 还是直接失误了呢 可就算是粉黑被锁死 也不该这么送啊 戴尔继续尝试K球 可白球依然倔强无比的 完美错过 还好 这一杆角度向下 他可以尝试利用中带篮球 去效目标红球 让他郁闷不已的事 白球走位 调教好了 篮球却意外没进 这是给海根先生送嫁衣吗 但西金斯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放弃了比较容易的抵戴红球 选择去挑战更高难度的抵戴红球 结果 红球没进 说句实在话 这白球走位也不咋定 但他的运气不错 晃戴尔出的红球 意外被彩球们圈起来了 戴尔也不好下口子 只能继续厮杀防守 西金斯 贴边防守等待时机 西金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长达十多分钟的平静僵局 终于被戴尔这一胆打破 但粉蓝黑都被锁死 他也只能围绕着低分值的采角 一点点建立起薄弱的领先优神 最后他试图收下这台面最后两红球 可没想到在复卫黄球后 这最后的红球会如此坚挺 西金斯迎来了一杆质敌的好时机 可他要想抢获赛点 同样不容易啊 粉蓝黑都死贴边裤 如此乱局 狡猾如虎的西金斯 会整出怎么样的惊天大戏呢 时间关系 那就请大家关注 看更精彩的下一集 西金斯撼动那该死的黑球